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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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減少食物 接觸到舒嬅劑 就開始慢慢的 變成 慢慢減少很多垃圾 然後樂在其中 我其實來摩斯 這次是第二 我之前有準備過烤盤 然後也有拿過樂扣盒 杯子我一定會帶 那再來我會想我今天可能裝漢堡 或是裝雞塊會用到容器 那我今天就準備了這兩個 那目的就是減少一次性的垃圾 之前 我對於出來用紙類的東西 我不會有罪惡感 後來最近我才知道其實這些 為了防水他們其實都有一個塑膠淋膜 這個東西只要塑到塑膠 你不是燒它 你就是要去埋它 埋在地下 我們喝的水種的米 這些水都被塑膠 都被這些塑膠污染了 然後這些紙杯其實很難回收 那這些紙怎麼來 我女兒都知道是用樹做的 我們每天好像有很多 像足球場這麼大的樹林都不見 我覺得很傷感 對 等我女兒長大 她們可能面臨的是42度 43度的高 她們現在跑得紅東東淚流成這樣 我們心疼的鑰匙 更何況她以後遇到的環境是這樣 你光想就覺得天啊 我們吃肉是會這樣做 我其實是個很正向的人 我覺得今天我去派對 我可能影響後面這一個 或者是影響了我前面的老闆 這樣就好了 這一團人我只要影響一個 我覺得就夠了 然後這個人就是種子 他又再下去 他又再下去 一樣今天用鍋子妝 像我老公之前他 我老公的話習慣很多 就是我都會唸他 為什麼又有提袋 你為什麼又有買購物袋 今天買了一盒雞肉 然後我就跟 不要拿袋子給我 然後我老公就笨我 我就很瀟灑從裡面拿出購物袋 不用袋子 我覺得我帥爆了 一開始的時候 他就希望我拿這個鍋子 去裝了我今天所有的菜 我就很無法接受說 那這樣子我跟那隻豬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我第一次拿餐具去買東西的時候 就是買豆花 那給我第一次的非常挫折 是因為我覺得是店家的太多 要跟他說我想要買一個冰豆花的時候 他給我的眼神是覺得說 你幹嘛要造就我的麻煩 我後來去另外一家 結果那老闆反而是非常親切 給我的量很多 所以漸漸的我就開始揚成就說 好啊 我就當作是每次都是大冒險 我覺得就有時候就是很像是在生活中找樂趣 其實在某種程度其實它不困難 只是我們從來以前從來沒有想過說 用這樣A的方式可以去做B的事情 我超喜歡這個東西的 我看到每個人來買咖啡的時候都帶著自己的環保杯 這是我最小最小的藍土跟夢想 我覺得我的支撐力在我的兩個孩子 我覺得他們是我的種子 有環保快的 有環保杯的 有環保袋的 其實你已經是99分的人了 你只要再把它拿出來用 你就是100分